从家人的口中得知 自己在婴儿时期的时候是多么的爱哭 哭得撕心裂肺 一哭就很难停止 那时候家人是住在第六楼 就连住在一楼的邻居都可以听到自己的哭声 可见是多么的洪亮 非常的夸张 也对周遭的邻居和家人造成很大的困扰 但是幸运的是经过了婴儿期就非常容易照顾 会帮忙做家务 也很听家人的话 自己很小时候很黏自己的妈妈 而且是去到那都会跟到那 不会像同龄的孩子的活泼爱动 放开自己 现在会想起是因为自己的过度依赖妈妈 导致自己不敢一个人和别人交流 所以外人看来自己很乖 因为不会叽叽喳喳地说 可以说是懂礼貌 但是却缺乏独立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自己的小学时期 因为自己的不好天性没有改正 不主动与同学做交流 个性偏向 给人看起来是个内向安静的 在外人看起来安静 但其实和熟人在一起却能打开自己的内心 截然不同的性格 还记得小学时期要上厕所向老师报告 但是自己的懦弱让自己连这个简单的动作在自己内心非常的犹豫不决 还有印象中和小贩点餐时都是不敢自己去点餐 再加上自己没有抱持着要勇敢尝试的心态 让家人看起来是胆小的 慢慢地要开始升上中学时期 那时候自己的长相是比同龄人成熟 又不会打扮自己 自己四肢瘦弱 还有微微的肚男 再加上身边的朋友和亲戚的孩子有好几个都是颜值出众 看起来就是邋遢老土 听到别人的比较下 自己对长相方面的自信心非常低 除外遇到长相特出的同龄人都会很不自然 因为缺乏了自信心 后来学习到了超级生命密码才了解自己的正能量场不足 所导致的副作用自信心严重缺乏 时间拉到了初中 自己受到了表姐的跑步影响 自己也慢慢地爱上了跑步这个运动 在这个时期也在居家健身的训练 慢慢地爱上了运动 很感恩运动给自己带来了自信 其中也包括身材变得比以前强壮 也是他帮我开启了与他人交流的机关 认识到了与运动相同的朋友 有了共同的话题 也比之前更加健谈 自信心是慢慢建立起来的 可以从简单的事情下手 既然自己害怕一个人点餐 那我就要更加迈出那一步鼓起勇气点餐 刚开始内心还是有紧张 但想到自己克服了这个小问题 就会很高兴 自己是可以做到的 慢慢地接触越多 越练习 越上手 越自然 是所谓熟能生巧吧 克服了这关 我就激励自己要突破另个关卡 因为我相信自己是可以的 还记得那个时期家人有给算命师算过 告诉自己这个年份出生的人 大多数未来都会有一番成绩的 但是自己却是例外之外 说我没有一个平台发挥自己的所属的能力 会比较辛苦 当下听到的时候 内心有些错愕和忧虑 但过后回想后也知道是自己某个习气没有被修正好而导致的 怨不得人 上天是公平的 自己的不自信 不勇敢踏出舒适圈 过度依赖而造成的 那时我告诉自己我一定会活得更加精彩 不会像算命师的说法一样 因为我相信只要我要 我就可以改变自己 命运一定会被扭转 所以到了中学的尾端 看回去以前 自己竟然做了自己以前都不敢的事情 担任了不同职位 有的是毕业勘筹委会 有的是主席 秘书 很感恩在一个机缘巧合下自己在前面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 感恩太阳圣德导师的著作 里头浅显易懂地告诉我们宇宙真理 调整了自己诸多的不对的观念和逻辑 趋向正面的发展 记得把当初破关后的喜悦化作热忱来面对生活的大小事 记得只要是真心 天地必然有情 祝你一臂之力 同时在这里非常感恩天地赐予自己种种的考验 这些课题都是必须要去勇于面对才可以破关 所有的考验都是帮助自己成长的养分好了 话不多说 故事先在这里告一段落 下次再聊 下次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